我是趙肇康 歡迎你回到向選民報告的現場 那麼當然其實今天 我講我這次選舉兩個人 可能會是變數的 宋楚瑜 李登輝 李登輝突發出來的 趙肇康 那宋楚瑜呢 到底怎麼樣 昨天他說他有35萬 五六千份的連署書 蔡英文說宋楚瑜是可敬 競爭力滿強的對手 那麼他是他們的超盤首長 發言人 那他說有120萬票的實力 諸於左右大局 陳其邁 陳其邁 蔡華郎是說 民進黨要戒勝恐懼 宋楚瑜將成為民進黨的主要敵人 這是蔡華郎最壞 為什麼 因為他講得最謊話 因為他們現在都講主要敵人 治要敵人 郭委員 郭委員 他就一踢都講好 其實都是對手嘛 三個人對彼此都是對手 只能選一個嘛 那對蔡英文來講 宋楚瑜 我們判斷宋楚瑜是次要敵人 馬英九是主要敵人 應該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因為我們都在野黨 這是一個啦 但是從個人來講 到時候還是只能有一個人出現 當選嘛 那真的像蔡華郎說 宋楚瑜是民進黨的主要敵人嗎 當然還不是啊 他又壞又笨 因為沒有人會相信他講的話 搞不好有人相信啊 你不相信而已啊 很多選民不一定啊 他的選民等等很難講啊 好吧 現在就是到底 這個今天我們看到媒體也登 說蔡英文要把小三 扶植成大老二 什麼叫小三啊 宋楚瑜現在民調第三嘛 所以將來宋楚瑜要變第二嘛 宋楚瑜不是說我現在要變第二嘛 那民進黨也顯然優想 把小三扶植成大老二 也就是聯合制要敵人牽制主要敵人 那他們這個製作單位也把我弄出來了 說是不是蔡英文要複製阿扁模式 哇炸先生當年好帥啊 然後選市長的時候 然後2001年選總統的時候 好 鄭英修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次跟上次那兩個選舉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上次那個真的叫做三組鼎立嘛 那個大概大家都有25以上的實力 那宋楚瑜現在大概只有10 現在是兩大一小啦 對啊 就是宋楚瑜明顯的是大概只有10嘛 所以我覺得宋楚瑜的角色 會比較像是96年會比較接近陳里阿納 就是說他基本上 我坦白講我不認為宋楚瑜的票 是那麼藍跟綠 我說實在話 我不是不這樣認為 其實我們三次總統大選 那選票是跑來跑去的 你看第一次聯送加起來 阿扁只有39%對不對 那第二次2004 阿扁贏2萬票 那接下來馬英九贏220萬票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說有200萬人喔 其實是在看大選的最後的一個樣子 跟候選人是誰做最後的決定 那我覺得宋楚瑜的票 我認為有六成以上是這種人 那所以這種人其實國民黨 你如果把它想像成是深藍 你就是把宋楚瑜類比成林好配 那你是錯了 因為那些人是不會被棄保的 那些人可能就是本來不投票的 未表態的 或者就是中間的 或者一點點藍 一點點綠 可是他不是每次都投給綠貨來 大概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是認為啦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比如說小英 你說你要去從宋那邊去搶到票 坦白講也不容易 這個就取決於未來的造勢啦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比如說宋楚瑜他的角色 可能他會丟議題啊 丟政策 那小英可能在這個部分 他要做回應 可是他主要的對象還是馬英九啦 因為馬英九執政者嘛 對 但是對宋楚瑜來講 他一定要讓兩個候選人 都要回應他 所以都不理他 他就那個死亡 沒有12月3號就有電視辯論啦 對 電視辯論當然也是一個 一個重要的一個場合啦 等等我們來討論 電視辯論大概個人會扮演什麼角色 鄭英雄你怎麼看 這個聯合次要敵人 打擊主要敵人 到底誰是次要敵人 誰是主要敵人 我想從策略的上來講 當然有他的主觀的規劃的方向 可是從選民的表現來講 是有他的客觀的選民結構 浮在那邊的 我們先從主觀的怨懲來講 宋楚瑜先生當然講說 他要拉下兩個 他要追求第一名 拉下兩個NO 兩個NO 變成一個YES 互互得住 他當然有這種比較大的氣魄 那這個蔡英文民進黨方面 其實思考很清楚 他會允許很多的 這個綠的幹部去幫宋楚瑜連訴 不是說因為宋楚瑜會搶掉他的選票 也不是因為宋楚瑜 能夠形成他所謂什麼 很可怕的敵人 可見的對手 他根本不把他當對手 把他當敵人 他把他當什麼 當助手 理由就是說 他期待宋楚瑜在參選的時候 會從藍軍的部分 刮走比較多的選票 那我們從客觀的選民結果來看 的確也看到說 宋楚瑜先生的支持者 基本上分選票可能來自三大部分 第一大部分 一半以上一定來自藍軍 不是啦 魏表泰 不是第一大部分 你不能從民調來看這個問題 最大部分的民調應該也是 來自藍軍比重比較高 第二塊應該來自中間選民 就是魏表泰的 我不想要投給誰的 欣賞宋楚瑜先生的 個人的特質的 就是第二塊的一個支持者 只有一小塊會來自於綠營的選票 基本上這一部分 綠營應該對自己很有信心 我想蔡英文他們很多的幹部私下 討論說他們根本就不怕說 綠的選票會流到宋楚瑜身上去 民調上呈現當然很多綠軍會去支持 民調是民調 當然要鼓勵宋楚瑜 這戰略上是什麼 聯合吃藥敵人是誰 或者根本不是敵人的宋楚瑜先生 來什麼來能夠對抗這個馬英九先生 你把我們的選民看得太奸詐了 不是不是不是 你們選民在我們很多選區裡面 包括我選區的民調也是一樣 只要我出現的話 那綠軍都會跑去支持國民黨另外一個 所以我有這種經驗 我知道綠軍的選民有一不能 坦白講對綠的太過忠誠 忠誠到他可以假裝支持國民黨的候選人 不要說奸詐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彈性 那這個就是我們馬英九先生 要面對一個比較大風險的地方 我有一個事情 就是我最近在觀察 因為我很久沒有談論台灣的政治 剛才其實郭政浩的分析 我有一部分是同意的 因為我自己其實不太關心 台灣2012這次的大選 但是我就會好奇問別人一下說 你要投票給誰 那譬如說某一個人 他在我身邊很久 我也從來不知道他的政治傾向 我就問他說你要投票給誰呢 他說他還沒決定 我說你會投給蔡英文嗎 他說絕對不可能 因為他覺得對他的經濟有影響 他是一個LED的廠的老闆 那我就說那你會投票給馬英九嗎 他說我還在考慮中 那我就直接問他說 那去年市長你投票給誰 當然是郭隆斌 OK 所以就對他來講呢 就是說那我說那你要不要投給宋楚瑜 他說他不知道 因為他很害怕 他就說文青姐我在車上聽你講話 還平常講話 他說我如果投給馬英九的理由 就是因為我很擔心宋楚瑜出來參選 結果導致蔡英文當選 這是一種類型的例子啊 那我要講就是我最近在看很多情況 就是我覺得宋楚瑜陣營的人在電視上罵馬英九 罵太兇了 罵到很多人因此很反感 這個對宋楚瑜是絕對不利的 就是你呢罵馬英九罵到太太凶了 因為如果你的選民結構 是像剛才郭正亮所分析的 有將近七八成的人 他是過去大選裡頭流動來流動去 很像陳旅安的那種支持者 那他可能本來本來不想投票 他可能是這次呢 總統大選只有七成投票率 本來以前都是八成嘛 他可能只剩七成投票率 那他可能本來我們立個選舉 都是六成六左右嘛 那可能這次總統大選 大家對這兩個候選人 都沒有很強烈的激情 從來沒有一次 就是這麼冷的總統大選過 他可能只有七成投票率 他可能是屬於那些 八成到七成中間 本來不想投票的人 那你如果這樣子 宋楚瑜陣營的人 在電視上把馬英九 罵得那麼兇 罵得那麼難聽 你會引起這群人的反感 然後最後他們去投馬英九 另外 你馬英九陣營的人 如果不斷地去講說 宋楚瑜站出來競選 是一個李登輝 跟民進黨策劃陰謀之下的 一個產物 你也會讓很多本來 不見得想要去投宋楚瑜的人 跑出來投票給宋楚瑜 我覺得基本上 大家其實要一種風度 這個風度在這個競選裡頭 是很重要的 就是中華民國 本來就每一個人 都有參選的權利 而且何況我們的選舉制度 叫雙手掌制 這個雙手掌制 本來第一輪 就是允許很多人投票 第二輪 其實是要絕對多數 那這個是後話了 就是當時修憲的時候 陳時扁就一心一心 希望可以分開來 所以就不讓大家第二輪投票 他已經享受了相對多數的好處 所以他當時 因為你們市長 他得到這個好處 所以第二輪投票 他不允許 你當時如果有二輪投票 可能他就沒當選 他就不會當選 所以我的看法 他真的是 就是我回過頭來來講 就是我覺得我注意到最近情況裡頭 就是大家要理解 就是情勢在改變 有些藍軍的票 不會永遠都是藍軍 有些綠軍的票 不會永遠都是綠軍 那如果大家在各自陣營裡頭 保持起碼的風度 你還可以鞏固住你的支持者 那有些人因為說他不喜歡蔡英文 不是不喜歡蔡英文這個人 他是因為對於蔡英文所主導的兩岸政策 跟他們有沒有能力 在經濟裡頭有足夠能力治國 是有疑慮的 那他覺得不能夠讓蔡英文當選 那可能願意去投馬英九 可是你馬英九陣營的人 完全沒有證據的一直陰謀化宋楚瑜 你可能引起倒過來的反感 那另外你馬英九陣營的人 然後你宋楚瑜陣營的人 在電視上把馬英九罵得那麼那麼難聽 你卻可以跟李登輝和解 對很多人來講他也不能夠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段時間 他們雙方都犯了非常愚蠢的錯誤 好 我們休息一下再回來